那这个就是马来西亚市场 20 万里面 最快的电动车之一 AURA 07 的 Performance 版本 之前他们发布的时候只有这个长续寒版本 这个 Performance 版本最近才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那么这辆车好不好玩呢? 今天就带你看一下这辆车啦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那么这个 Performance 版本的AURA 07 呢 跟普通版本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外观上面有一点点差别啦 就例如讲它的这个轮圈 它用了这个无爪式的设计 看起来是不是很像猫爪这样 然后哦 我跟你讲啦 我自己很喜欢它的这个头灯组 那头灯组设计很精致 很像那种在豪宅里面 吊在天花板上面那种水晶灯 然后它整体就有点非常古典的感觉啦 那么如果讲是跟这个 BYD 的秀比 秀的话 它就可能比较偏向一个运动化的外观设计 这辆车就是主打一个古典 其实除了这辆车以外 我自己现在也在开着这个 AURA 07 的这个 Lone Edge 的版本 然后我开了差不多有一个星期这样啦 我自己个人还是很喜欢这辆车的 因为这辆车给我来讲 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均衡 我刚才有讲到 我现在是驾着这个长续航的版本 对不对 长续航的版本呢 它只是一个前轮驱动的设定啦 然后它的马力只有 201 HP 就普普通通 不算快也不算慢 它的 0-100 加速是 7.9 秒 那么如果是讲来到这个 Performance 版本的话 它就是前后双电机 它的马力表现其实不差哦 它的综合最大马力可以到 408 HP 然后它的峰值扭力可以到 640 Nm 官方讲它的 0-100 加速呢 是 4.3 秒 然后现在我是在 Sport Plus 模式 弯掉 Traction Control 然后我的左脚在 Brake 右脚在油门 OK 现在试 OK 来 3 2 1 我这个 GeForce 你看我的人 整个都是贴在椅子上面了 哇 老 呃 来看一下它的数据是多少 4.46 秒 跟着一个 4.3 秒差了一点点而已 这个 GeForce 是真的很快一下 我有点想吐哦 老实话 是真的很快 4.46 秒 哇 老呃 我觉得这样子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因为这样子的速度 其实也不是一般人用得到啦 那么在电池组的部分呢 不管是长续航版本呢 还是这个 Performance 版本 它用的电池都是一样 就是 85kWh 的电池组啦 如果是讲这个 Long Range 版本的话呢 它的 NEDC 续航可以到 640 km 如果是这个 Performance 版本的话 就 550 km 那么 NEDC 信不信的过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 OK 一下 因为目前我开着这个 Long Range 版本 我已经开了大概是 250 km 左右 我电池还有 54 还是 55% 左右啦 我相信这个 Performance 版本也是一样 只要你的脚不要一直去踩它呢 它的这个续航 我觉得还是蛮准确的呀 而且我要讲的是 Aura 07 是目前我开过的电动车里面呢 续航最准的其中一款 另外一款就是这个 BMW 的 i4 那么在充电速度的这一块哦 其实这个充电速度可能是 Aura 07 的一个 没有这样完美的地方啦 因为它的 DC 只有 88 KW 然后它的 AC 是 41 KW AC 的速度我觉得还是在水准之上啦 那么 DC 可能会慢一点 不过虽然官方讲它是 88 KW 可是呢我自己去试 还有这个官方他们也是有去试啦 如果再讲这个 DC 发出的速度 还有它的电力 support 够的话哦 它可以到 95 甚至是接近 100 那么它的充电速度其实也不慢啦 整体来讲的话这个充电速度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接受给我是 OK 啦 因为马来西亚大部分的这个充电桩 好像也很少有超过 100 KW 的啦 OK 那么接下来就看它的这个 轮胎的部分 轮胎的部分是让我蛮很 surprise 的地方 像是这个 BYD SEAL Performance 版本呢 其实它用的轮胎也是这个 Continental 的 EC6 这个轮胎可以讲是 Eco Daya 整体来讲它的舒适度啊 隔音表现都不错 但是抓地力的部分就可能跟这个性能轮胎会有一点点的差异 那么这个 Aura 07 的部分呢 它就直接给你 Michelin Pilot Sport EV 当然这个轮胎会更抓地 也会影响到它的续航表现 所以这个就是两者取其一 就看你要更长的续航还是一个更好的抓地表现 不过我可以给你担保 如果它是配上了这个 Performance 轮胎之后 它的操控表现会很好 因为我刚才有开了一段 它的操控表现真的是跟这个 用这 Eco Daya 的 Aura 07 版本差很远 差一条 J 我跟你讲哦 这个 Spoiler 电动的开玩笑 就是你可以去 adjust 它开关的 这个仪式感真的很够 然后这个车尾从我第一次看到这辆车开始 然后我就觉得它很像这个 Bendy 的 Continental GT 确实是很好看 然后辨识度很高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讲它的设计会有那种很古典的感觉 因为 Continental GT 给人的设计就是那种很经典很古典的感觉 然后它整个从后面 45 度角看过去 我真的是觉得很好看啦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小小个的微箱空间 这个微箱空间其实我个人是没有这样满意 开口比较高 然后深度也不是很够 但是长度是有的 那么这辆车确实是一个蛮好开的车啦 但是就是使用性可能会有一点点要小打折扣 我刚才一开始我有讲到在 20 万里面这辆车的加速是最快的电动车之一啦 可是如果讲内装的质感和设计 我觉得它是在 20 万里面最好那个没有之一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因为这辆车不管是 Long Range 版本还是 Performance 版本都好 它的质感下去一定是爱不释手的 如果是讲 Long Range 跟 Performance 版本的差别 Long Range 就是全部黑色到完 然后 Performance 版本它就是这个双色的设计 然后这个 Brow Color 有点像 Hermes 的颜色 那个爱马斯这样的颜色 所以就是给你一个很豪华的感觉 然后你手上你可以摸得到的地方 这个质感都是很好的 这个是一个感觉像 Alcantara 这样的 然后这个是很好的这个真皮 我觉得应该是真皮啦 然后它在这个踏板的下面 还有一个毛茸茸的 Carpet 就好像那种你去到那种豪宅里面 还蛮铺在地上那种很名贵的 Carpet 那种感觉 它就是把这种细节都做到完了 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Aura 07 的时候 我就会 Wow 它其实还是保留了那种传统汽油车的设计风格 它没有给你很有科技感 但是就是给你很有质感的那种设计 好像这个萤幕 这个萤幕就跟现在的很多的电动车不一样 现在电动车都是用大大个的萤幕 然后全部都是用 touch screen 来显示的 可是它就是给你一个小小个的萤幕 然后有这个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然后它配备的影响就是这个 Infinity 的高级影响啦 不管是 Long Range 还是 Performance 都一样 然后冷气的控制部分 还是有这个实体按键在这边的 然后它有一圈氛围灯顶住 实体按键都在这边 这个我是真的好评啦 因为我觉得车子还是要保留实体按键 所以这点我是高度好评的 然后驾驶模式也是这样 然后它这个氛围灯设计不是美罢了 它是有实际功用的 就例如讲如果在开车的时候 这个 Blind Spot Monitor Detect 到你的左边或者是右边有车 它在这里它就会闪动红灯提醒你 OK 后面是有车的 还有一点就是在你开门的时候 这个氛围灯也是会亮的 红灯一直会闪 就是提醒后面的人 OK 这个人在开车门了 这个小细节的部分是做得不错的 然后 很多人开玩笑讲这辆车是欧拉梅拉 也就是Panamera的欧拉版本 所以它的内装设计确实有一点点这个 保时捷的元素 就很像这个仪表跟这个抬头显示器这样子 不过它的仪表虽然讲是三元式 可是里面都是这个数位化显示 然后上面有个全景天窗 然后这个全景天窗是不可以关的 如果你是讲你要遮掉的话 它是会有送一个遮阳布 但是它是用这个卡扣扣着的 它不可以用这边来开关的啦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然后整体的细节部分呢 虽然讲你不会人见人爱 但是我相信它的内装设计 看了的人大部分都会喜欢啦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椅子 舒服 这个 Aura 07 的 Perform 版本 还有一个东西是 Long Range 版本没有的 就是 Steering 上面的这个驾驶模式切换 它一按下去 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它就会切换去 Sport Plus 模式 就是有给你一个更好的加速表现啦 但是实际上哦 这辆车如果是讲你在普通模式下 它的加速表现也足够零力了 所以这个 Sport Plus 模式 你们就自己啊嘎啊嘎去使用啦 Aura 07 它不管是前面跟后面的门 都是这个无窗框的设计 然后前面的玻璃还是双层玻璃 不过后面就是单层玻璃啦 所以它的隔音表现是OK的 然后这个后座空间表现除了头部稍微有点压迫感之外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缺点可以挑啊 因为它的椅子出乎我意料的舒服 虽然将我开了一个多星期 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坐在后面 这个是我第一次坐在 Aura 07 的后面 其实还蛮舒服一下的 就是这个椅子的支撑性OK 然后脚部的椅垫可能有点短 但是发泡棉是软的 最起码这一点我觉得就不错了啦 然后它上面这个玻璃 是真的会让你有点压迫感在 不过如果你的身高没有像我讲高的话 基本上问题不大啦 我的身高是181 然后还有冷气的出风口 然后还有这个Type-C 跟普通USB的这个充电招 这个是我难得我觉得可以拿来当家庭用的这个电动车啦 然后还有一点我要讲的就是 虽然讲这辆车的定位是在这个 BYD SEAL 但是它的轴距是比 BYD SEAL更短点 BYD SEAL 的轴距是2920mm 这辆车是2870mm 短了差不多是50mm 就差不多有这样的距离 所以导致它的这个 RAD ROM 会有一点点的小啦 但是同样的 只要你的身高没有那么高的话问题就不大啦 OK 现在我们就来这个 Slalom Test 也就是绕嘴啦 OK 就是开始先记得要绑带一下 这个是最好的安全备备 然后我们现在用普通模式来绕嘴 OK 我的 Cameraman 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啦 OK 1 2 3 OK 它的 Body Control 是比这个 Long Range 真的好很多 当然 Body Roll 还是有因为车重 但是 诶 这个车子的动态其实还不错耶 诶 有 Surprised 到我其实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诶 其实可以哦 这动态确实是好耶 诶 Surpr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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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不错耶 果然哦 这个 Michelin 的 PINOS 4 一定是有好料的 Ola 品牌的车齁 都有一个很神奇的特性 就是喜欢的人很喜欢 不喜欢的人很不喜欢 它是没有中间那一批人的 那么外观设计我就不要这样去讲啦 就是 你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我讲太多也没有用 不过我也必须承认呢 这辆车开起来呢 是真的一辆很好玩的车 尤其是这个 Performance 版本 但是哦 如果我个人买 Ola 07 的话 我会偏向于 Long Range 因为 Long Range 在一般的日常驾驶 是真的很爽 而且它的电池续航真的足够长 所以我更会偏向于那个啦 因为我真的很懒惰去充电 那么如果是给你的话 我会给你一个建议啦 就是如果你是要这个 性能强 Handling 好的版本呢 就去这个 Performance 版本 如果你是要一般代步 A to B 的话 Long Range 版本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那么 169,000 跟 189,000 这个价格 你觉得有没有竞争力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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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